今天這個快閃活動都是第一次嘗試這樣的宣傳 但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挺興奮和挺期待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平時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借票 但借票的距離比較遠一些 可能比較少一些機會真的跟大家交流到 所以我覺得今次這個快閃 希望除了一陣的粉絲之外 都可能真的可以有些街外的朋友 街客可以邀請他們進來看杜月謝 我想問就是你第一次《河水片金證》 這個平室裡面收到很多朋友和你的親友 他們WhatsApp你 或者祝賀你 熱出成功 讚你 有什麼深刻印象的評語呢 這次是我正式第一套河水檔期的河水片 但是親友應該未看 因為我今天才拿到換票證 所以我回去會派給他們去看 但是我昨天跟爸爸自己去了戲院看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有趣 因為跟家人去入戲院看自己做的河水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忘的體驗和經歷 爸爸看完也說你今次做得很好很好看 我也挺開心 其實我都看了兩次 昨天是第三次 我其中一個原因想再去看 是想聽一下旁邊的人的反應是怎樣 我想聽一下街客的反應 我覺得挺特別的 這次我覺得做業者是百看不厭 可以看很多次 因為你每一次是可以看不同的角色的反應 可能我第一次主要都是看自己 但是我可能去到昨天第三次 我去看看不同場口 看看旁邊的人 看看八指 看看沖 看看Anson Lo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挺有趣 而且真的不會悶 所以大家可以再看幾次 最後就是你這個新年的抱養 那幾天的情況是否辛苦 還有現在可以復活 是的 首映完之後就病了 但是現在都康復了 還有今次都算是很輕鬆 其實都沒有很辛苦的感覺 所以新一年都是最重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當然 搽拾到